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可以分成两大的区块 那第一个区块是限贴免疫系统 第二个区块是后贴免疫系统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区分这两个区块 最主要是因为第一个免疫发生反应的这个时程 前后顺序不同 那第二个是所谓的这个组成细胞的成分不一样 比如说限贴免疫系统是我们的身体第一道防线 它是透过四中性白血球 巨氏细胞、素粗状细胞或者是像单核球细胞所组成的免疫系统 那后贴免疫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像T细胞或者是B细胞属于后贴免疫系统 我们这个研究最主要呢 其实是找到一个先贴免疫检查点 那这个先贴免疫检查点称之为NLRP-12 那NLRP-12这一个分子基本上呢 它能够去开启我们宿主抗病毒能力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传导途径 那一旦这个讯息传导途径被打开之后呢 身体的第一型干扰素会大量的产生 那这个干扰素其实是我们抗病毒最主要的一种细胞技术 那么因此呢我们透过了不管是老鼠的模型 或者是在人类细胞上面分析的一个模型 去鉴定出这个先贴免疫受体 它也可以称之为所谓的先贴免疫查核点 有能力去开启抗病毒能力的一个钥匙 本树佑教授的这个研究最主要是着重在后天免疫系统 那因为它发现了PD-1分子会被这个T细胞所表达 那它是它的刹车系统 那这样子的一个发现对于应用在癌症的免疫治疗 有相当大的贡献 那我们的研究呢最主要是着重在先贴免疫系统 先贴免疫系统一旦被活化之后呢 接下来的就是发炎反应 那我们知道发炎反应是万恶之首 那也就会说慢性的急性的 甚至像自体免疫疾病等等 这些都属于发炎反应的范畴 那么这个先贴免疫受体的这个检查点 一旦发现之后呢能够去提供科学家更了解 如何去调节发炎反应 可以针对未来去调节发炎反应 找到新的治疗标定